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大家好 我是非凡语的天文老师 那么进入到达卡谈 最后一天 今天的视频内容仅跟着昨天 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中英的模仿 昨天有可能大家做的不是很好 对吧 老师我是想中英模仿 但是有困难 是吧 好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个 如何做到中英模仿的一个练习 首先第一个是最原始的一个 就是产生表达欲 那么你要知道 中英本身是自然的 中英本身是辅助表达的 千万不要觉得中英是靠你抬起来能做到的 那么比如说说的简单 我也想表达 那么我们平时应该做哪些练习呢 首先就是我们对一个句子 有两种不同的感受 一种感受叫做读出来 一种感受叫做演出来 所以我们在说话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种表演的性质 而不是仅仅简单的给把它念出来 比如说 你家其他都知道吧 那这句话如果说是朗读出来的话 很平淡 The restaurant yesterday was amazing and the food there was delicious OK 如果说你想要中英的话 你会关注一下这个单词中英和句子中英 然后你就会变得非常生硬 The restaurant yesterday was amazing and the food there was delicious 那这个就很怪 对吧 那么什么才是合适的呢 大家李佳琪上升 Oh my god 怎么了 The restaurant yesterday was amazing The restaurant yesterday was amazing and the food wow delicious 多不恶心 Oh my god 是这种感觉 是这种感觉 所以呢 你可不可以把read aloud的句子 产生表达感 你可不可以把repeat sentence的句子 产生表达感 这个一切的前提呢 就在于你能不能产生一些基本的一些画面感 就算是有 你也得说 The something yesterday was something and the food there was such something 你也得这样子 这种表达欲 不取决于你能不能真实的听懂所有的东西 但是呢 它的确 它是一个很好的辅助你的一个工具 大家有没有这一层意思啊 OK 所以大家可以找几句子出来 然后呢 今天晚上观看李佳琪 这个网络带货 看他的一个小时 然后你来体会一下他是怎么说话 然后呢 把这种情感呢 带入到你的这个read aloud和repeat sentence当中 那么这个呢 当然是第一个 也就是说你在输出的时候 你得想说那个意思才可以 OK 你要把每句repeat sentence 都当作是一个带货的过程 那就厉害了 对吧 好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如何产生 啊 间别重音的位置 那也是一种能力的培养 就是你听起来 它的重音有没有在你的耳朵 形成一个画面 有没有一个mental note 有一个mental note 好这里面呢 其实官方啊 曾经给到过我们一个小小的建议 它说 make a mental note of the way the speaker uses stress and international recording 它是怎么呈现的 那么在你的脑海当中能不能留下一个痕迹呢 那么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要讲 语音模仿这个方法 那么你仔细 去鉴别录音当中的重音位置 那么你在说话的时候 一定要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说 按照自己的语速来说 强调这个句子重音 所以呢我们有repeat sentence 当中呢 有几个不学啊 大家要注意 有几个不学 第一个不学呢 就是不学它的语速 因为如果说 像我们课的同学应该知道 语速不是靠自己去模仿的 语速是靠你通过咬字自然形成的一种速度 所以你有了咬字自然就会有速度 那这个有可能大家听不懂 没关系 咱们细细 这个有机会在课上咱们细细聊 对吧 但是呢 你说话呢 一定要通过自己的语速 你不要听到说 the school library will be class and clinic next week 然后你就 the school library will be class and clinic next week 这个不行 你按照自己的速度来 the school library will be class and clinic next week 那自己的语速是可以的 当然也不会太慢对吧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节奏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音高不学 注意是音高不是音调 音调要学音高不学 什么音高不学呢 因为很多这个 每个人嗓音不同 说话的方式不同 比如说 the school library will be class and clinic 好 但也有人很慷慨讲 the school library will be class and clinic 但是呢 你作为一个 比如说 声音很小的女生 你忽然听到的 语言当中出现在 the school library will be class and clinic 然后你也把嗓子一起 the school library will be class and clinic 所以男人不学女人 女人不学男人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模仿它表达出来的那个意思 和重音为什么 我们并不是原封不动的把它那个 画在书里面 所以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所以呢 有的人问我说 那repeat sentence的重音跟read out的重音 它是一致的 那我说不一致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一个全新的概念 叫做final content words 什么叫final content words content words就是内容词的对吧 那么final content words呢 就是最后那个内容词 啥意思啊 she is a very beautiful lady 这个呢就是我们read out要求要做到的 就把所有的内容词呢都清晰图字 she is a very sensitive person I don't have enough cash 就这样子 但是呢在repeat sentence当中呢 他会把very beautiful lady呢 强调中间某一个字 那大家想想想看 she is a very beautiful lady 合不合适 听上去挺合适 因为他想强调非常嘛 但如果说他想强调 she is a very beautiful lady 就已经有一点点怪了 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强调 这个美丽就是 它是一个美丽的 就还是有那种场景可以说的 但是最奇怪的就是 she is a very beautiful lady 我这个就很奇怪了 是吧 那怎么说 这个男人 这个人不男不女吧 然后你要强调一下 她是一个很漂亮的lady 你不要看错了 她是个lady 是这样子 那么she is a very sensitive person she is a very sensitive person 都可以 但是很少有人会说 she is a very sensitive person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 read aloud里面 如果说你是自己去抬那个重音的话 时不时的会抬错 因为人的本能是抬最后哪个 你说我抬重音 she is a very beautiful lady she is a very sensitive person i don't have enough cash 这个时候你就跟原文 差的越来越远 所以 这么说话 就会达到一个read aloud 或者非常非常低分的一个状态 ok 我之前有听到过同学 零分是这么说的 还特别好听 a young man from a small provincial town a man without independent wealth without powerful family connections 永远是 she is a very sensitive person 都是这样 那这样的话呢 听上去好像还不错 但是是一个零分的状态 那我就知道机器的声波 产生那个声波 跟原文呢 原来的那个声波 是有多不一样 人家本来是 a young man from a small provincial town 你呢 a young man from a small provincial town a man without independent wealth 那这样的话呢 就糟糕了 所以repeat sentence里面 有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final content words 也就是你一定要模仿出 他最后的那个中音 放在什么地方 ok 那怎么做到呢 首先呢 我们先听一段录音 to receive the reimbursement you must keep the original receipt ok to receive the something you must keep the something receipt ok 那这样的话呢 文道海当中的确是出现了这种 dun dun 那个中音的位置 好 那有些人说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对吧 成切做不到啊 那怎么办 好 把文本拿出来 把文本拿出来 再听一遍 to receive the reimbursements you must keep the original receipt 好 要不要再模仿一遍 不要模仿 听一遍够吗 不够 得听多少遍 至少五遍 那么这个时候呢 脑海当中 对它形成一个画面 手呢 可以跟着它去动 那么 当你听第一遍的时候 你不觉得 这好像就是一句话吗 当你听到第五遍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不是一句话 这是有符号的 我们听听看啊 第一遍 to receive the reimbursements you must keep the original receipt to receive the reimbursements you must keep the original receipt 好,你告诉我,这个重音的画面在你脑海当中形别形成 也就是说这里面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原理 就是有一首歌,这首歌的歌词或者说这首歌的旋律 不是通过别人告诉你,这个上,这个下,这个上,这个下 你就能做到的,你要是能做到,你就是一个专家了 就有的人真的是可以看着乐部直接把歌唱出来,那多厉害 绝大多数人或者绝大多数明星,他都是听一个demo弹 别人教他怎么唱的,所以呢,整个口语的练习 听是占主导为止的,就是你得先听 好,接下来就干什么事情,连读跟读三连 to receive the reimbursement,to receive the reimbursement you must keep the original receipt,you must keep the original receipt 也就是说你已经抛开这个英文不谈了,你直接在模仿 好,你没有做任何别的事情,你没有自己在想任何别的事情 就跟他说的一模一样,抛开自己原有的发音习惯 进行模仿 to receive the reimbursement,you must keep the original receipt to receive the reimbursement,you must keep the original receipt to receive the reimbursement,you must keep the original receipt 这个叫做mental note 这个呢,是利用我们一个对于语音语调的一个本能的一个反应 去做相对应的练习,那这样的话呢,如果说你练了一百道 你相信我,你在听文章的时候,你的侧重点不单单是文章的内容 你更有一个mental note在脑海当中,深深的留下的印象 大家听上去这就是一句英文嘛,有什么不同呢? 好,如果说我对着他听上个五遍 OK,他的这个重音的位置会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 直到你听到摸耳朵摸好了以后,你再继续用嘴去模仿 所以呢,这一把呢,我们玩的是什么呢? 玩的是重音的模仿 然后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在平时看文本的时候 大量的去听,大量的去跟读 那么这种呢,是可以给你带来很大的一个变化 OK,好的,那么今天的这个Data的视频呢 请大家务必多听,多跟读 然后呢,我们用这种方法来倒逼自己的read out的发音 那么这样的话呢,两个不同的提醒就可以有共通的地方 有共通的进步空间了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大家开始做题 大家加油 there has been a rapid growth in the commercial market 。 There is an hourly bus service from the campus into tow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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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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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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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ual aids can make presentations clearer and more interesting We are delighted to have Professor Robert to join our faculty We must put great care with analysing the data We would like people to write a case study describing an organisation they know Would you pass the material textbook on the table? You can find the student service centre on the level 1 of home building You can pay using the student service centre on the level 1 of home building You can find the student service centre on the level 1 of home building You will find the economic session on the second floor of the library And if you enjoyed www.mptx sin displayed You can learn theSabящinalWords